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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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是继续讲第三章 要争取把它讲完了 我们还是讲算法收敛性 今天大概有三个内容 第一部分就是算法收敛性 这个我们上一次就讲了 我们证明了一条定理 这个定理还是比较一般的一条定理 然后呢 用那条定理马上就可以知道 最速下降法是收敛的 我们上回已经讲了那一条定理 这条定理还是不写了 就这条定理 这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一条定理 就是算法的收敛性很多都会跟这条定理有关系 然后我们上回还讲了那个最速下降法 它的收敛 这个定理实际上就是我们选出来就是那样 Fk平方乘上cos平方θk 这个结束是小于无穷大的 就在一定条件下这个东西 那么由这个东西 那么当然就推出这每一项 收敛结束的每一项一定趋向于零 那么最速下降法的话 这个cosθ成为等于 因为cosθ就是那个 你的收索方向跟那个梯度方向的架角 那就完全一致的 所以它是等于 所以那么一定就变成了 这个东西会去向一定 就是我们上回也经历提到了那个 就是你要你牛顿法 你牛顿法的时候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梯度是应该这样的 就是这个梯度 对吧 它的梯度是这个梯度 那么这个梯度我们上回讲 它要求什么 除了这个定理需要的条件 这定理需要条件就是 我们讲过四个嘛 就是一个关于Fx本身的条件 下面有件 然后就是它的导数嘛 所以LibT是连续 还有就是那个方向应该下降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布场 A4K要嘛 就WARF条件 那么然后就根据这个条件 就可以推迟这个 那么现在就到这了 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当时讲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这个BetaK 对吧 它的那个调前的条件数 就是BetaK COP 这个是定义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BK的膜 再承认BK 捏正的膜 这个东西呢 如果对K啊 所有的K来讲 它有个上界的话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面 那么就可以说 牛顿 你牛顿法也会收链零 就是说那个F的T度 FK的T度也要去向于0 这个证明呢是这样子 我们下面来证明一下 就是这个条件下面 再加上就这个条件 这个定理条件 再加这个条件 定理条件 因为我们最后是要用那个条件了 因为那个 就是我们的证明一下啊 就是Cosin ThetaK 这个呢 应该就等于两个方向的架角 就是-F 这个方向跟PK的方向 这个架角 就是应该就这种FK 然后就是PK 这个PK呢 这个PK呢 你当然就是按照我们这里条件进去 PK就等于它 对吧 所以你还是可以-DeltaFK 然后PK就用这个带进去 复复的正 这叫Megos 就承认BK 然后就DeltaFK 就这个就变成没有了 对吧 就这个PK用它就带进去 这是复一 然后下面呢 就是DeltaFK 这个PK也用这个带进去 BK-1 DeltaFK 就这种 这个是值 这个BK我们是假定正定的 所以BK副业是存在 而且BK副业的话也是个正定证 那么正定证的话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两次型啊 它应该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它那个最小特征证 就是我这里写一下 比 这上回也讲过 就是随便一个 这个如果是一个正定证 那么它的特征证呢 一定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这个如果正定证 这个也是一个正定证 这个也是正定证 而且它的特征证呢 最重要是它的导数 对吧 那么就是 对吧 这根据定义这个东西的 它的 它这个 这个是个两次型 这个两次型的话 应该比它什么 最小的一个特征证 就这边会大于等于 LamdaN分之一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大于等于它 对吧 就这个呢 比这个大 分子 所以这可以弄过去 下面呢 封母呢 封母要大才能够过来 对吧 那么这个是指 当然比它这个要小 所以应该等于 这也是fk平方 这个里面 应该你如果多写一步的话 应该写成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层上 对吧 那么这个是这样好消掉 消掉以后 消掉以后 就等于 就是fk平方消消掉 然后就变成这个 这个东西的膜跟 这个东西的膜呢 这个东西的膜 就是它最大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那b负一最大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 所以这个应该就等于 lambda n分之1 除上lambda分之1 这倒一倒就变成 lambda 1 lambda n 这个当然应该都有k 因为都跟k有关的 都跟k有关 那如果你要写出来 我这里写个k 对吧 bk bk的那个地球 最小的特征 最大特征者 这个最小特征者 这个最小特征者 这个最大 那最小最大 对吧 对吧 刚才讲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条件数啊 就是它的最大特征者 跟最小特征者的 比 对我们上回来讲 所以这个东西 一来的话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的话 就等于这个条件满足 这个条件n分之1 这个大约0 就满足了这个条件 对吧 接着 对吧 那就根据这个条件 这个实际上就是k1分之1了 就是lambdan除上lambda1 就是这个 这个最矩正的k 它的条件数 那么这个 现在如果你这个cosθ 都会比这个大的话 所以你从这里看 你这两个都乘起来要去向0 而这个一定是大于 离开0的 就是 Away from zero的 所以这个都一定要 这个Away from zero 所以这个呢 这个最下一定要去向0 对吧 所以这就证明好了 所以 所以 对尼牛顿法的话 除了那个定理要求条件之外 还要加上这个条件 就是条件数的条件 就是这个矩正 就是这个矩正 没有颜色 那就这样 没有 就是要加上这个条件 那么就是这个条件以后呢 就可以指的这个架角的话 一定不会到0 就是说这个架角不会随之于 你的那个搜索方向 跟你的梯度方向 副梯度方向不会正交 正交就0了 没有了 它不会正交 所以一定会是某个整数 如果是某个整数的话 你把这一个架角拿出去 那么它就可以收链0 实际上比收链0还高了 因为你把这个是 都用了M分子拿出来以后 就这一项的话 它要加起来等于 收链技术的一个通向 它比去向0要求实际上还高 对吧 那么这里 当然牛顿法 牛顿法你从形式上 你也可以看上是 你牛顿法的一个特例 就像那 你那个BK呢 就取成功什么 取成功它的两次 就是那个F的两次导数 对吧 那么就 所以你也可以套这个东西来做 但是 但是那个牛顿法 我们今天最后还会讲 牛顿法有点特殊性啊 这个呢 我们今天就把它补一补 那个收链性就补了这个东西 而我们今天 叫那个收链速度 收链速度 收链速度 收链性就是刚才讲 就是讨论这个讨论这个讯息 就讨论这个序列 它是不是曲强于0 最好了能够证明它曲强于0 证明不到 那么你能够证明 你说 你最好吃就是希望有这个数字 对吧 或者呢 你去能够证明这东西也可以 啊 这当然差一点了 对吧 所謂算法收斂就指這個 你要在什麼條件下 你這個算法能夠證明這個結果 或者能夠證明這個結果 對吧 就是那個意思 我們也講過為什麼 如果你能夠證明這兩個結果 那是另一個 那麼你這個算法運行 如果你用它來控制你那個 停機的話 那一定會停機的 對吧 我們現在來講收斂 收斂收斂是指 比如這部分會趨向於0 那趨向於0速度的快慢 對吧 我們現在看 不過這個裡面它好多定理 都是沒證明的 它有證明的我們可以講一講 沒有證明的 沒有證明的你們自己看吧怎麼樣 因為 一個是關於講那個就是 最初收斂 就是我們最初下降法 所謂最初下降法 我這個PK的話就等於負的 DFK了 就用它做那個 然後當然就要選αK αK一般你選的話 我都是選嘛 就WARF條件嘛 對吧 那麼這種方法 它的收斂收斂 這數量有兩條定理 它都沒證明 那我也不詳細講了 就大體上的意思就是說 在一定條件下面 這些條件大概都是包含那樣 就是說 對F你要有一定條件 對吧 就你這F到底是連續 或者是什麼 利布希斯連續 或者是它的T度 利布希斯連續 或者它兩屆倒數 利布希斯連續 或者什麼樣 這一類條件 還有一個就是下面有屆 這都是必要條件嘛 不然的話 你這些設置都沒法寫 另外呢 方向一般都是一個 下降方向要求 然後那個不常選擇 一般都要選一個那個 滿足WARF條件的方向 那麼在這種條件下面 看看這收斂數字 一般講 對於最初下降法 在一定條件下面 都可以證明它是現行收斂 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可以去證明這個數字 這是它的解 最好的解 加1會小於等於 去乘上R 其中R2是在01之間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會比它小一點 會比它減少 這個線行收斂 就是一般在這個條件下 那這一類定理啊 它有兩條 大家自己看吧 因為它也沒證明 所以我就不講了 就是它能夠證明到這個結果 我們下面來講那個有證明的 就講牛頓法 或者說是一個很純粹的牛頓法 什麼意思我來講 就是牛頓法的話 因為我們都是在線收斂方法 都是兩個要素嘛 一個是方向 一個是步場 對吧 那麼這個牛頓法它的Pk 是應該什麼 就是剛才講的 它應該是負的Δ平方Fxk 乘上ΔFxk 那就等於這個東西 或者就這個數字 對吧 那麼它這個東西 最純粹的牛頓法 它這個αk 這個不長呢 就等於1 就是純粹的牛頓法 就這樣 就是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這個xk加1 應該等於什麼 等於xk 減掉Δ平方 這其實不多Δ 但應該多NAP 這個就是k減些 Fk 應該是這個數字 那 就應該形成這樣 對吧 就這個 這個就是 現在我們要證明的一條定理 就是 現在我們要證明的定理 這一點點就不用了啊 所以是 純粹的牛頓法是αk 這一點點 不用去弄那個 我們最後 今天第三部分就要講講 這個牛頓法要做一些修改 因為它這個毛病當然會有 因為這個東西 你可如果不是鎮定的話 兩階導數不鎮定的話 那麼這個就不能下降方向 那麼理論都不能用 然後這個 你這個α定了k以後 αk定了1以後 這可能不滿足Wolf條件 那麼你那個定理也不能用 所以要做一些修正的 這我們最後講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 來就在救出 對那個純粹的 牛頓法 我們來證明它的一條定理 這個大概是定理3.5吧 定理3.5 那麼條件 條件應該還是那樣 就是 假設這個條件 你可以想到這Fx下面有件 這個一定要有的 然後呢 這個是兩件 Fx 這個是連續 應該是這樣子 它這個只要在那個附近 所以我們 我們 在 這個連續 就在那個解的一個小的領域裡面 說連續 連續還不夠 要滿足Lipschitz連續 這個我們上一次講過 這個條件會更高一點 Lipschitz 在這個附近一個區域裡面 而在這一點上 是鎮定的 就在這一點鎮定 鎮定 鎮定 或鎮定 應該是 應該照它 在這個設法前實 所以大家單單鎮定 而不 就在這個上面呢 在新時代 在滿足二階充分條件 這個二階充分條件是兩個啊 一個就是它的一階島數 在這個解這一點島數等於雷 還有一個呢 就在這一點 兩階島數 這個兩階島數呢 是鎮定 對吧 就這個主要 有 這個對它有 F不下跌 這個東西有 那就可以了 然後那個跌代公司 就這個跌代公司 還有一個很重要條件 應該就是x0 這個就是起勢點 所以我們那個跌代開始 不是有個起勢點嗎 x0 這個起勢點呢 離 離這個呢 充分近 充分 接近 這個條件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牛頓法 它的性質很好 但是什麼呢 它一定要 這個在它 在它那個解的附近 它的性質很好 如果你那個開水的時候 你離開這個解 比較遠的時候 這個牛頓法 並不 並不 比如說你沒有 不能得到保證 所以這個條件 一定要有的 不然的話 下面的就夠 不行 那麼如果有這個條件 那麼就這 第一 那麼這個xk 所謂xk 就這裡 根據x0 可以產生出來 這玩意兒 可以收斂到xc 第二 這個收斂呢 是兩次的 收斂速度是兩次的 或者寫出來更具體一點 所以我們想這兩次速度 就這意思 xk 加e 減掉x星 它呢會 比某一個常數去乘上 xk 減掉x星的平方 要比這個小 這個東西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這個可以再弄一次 再弄一次 再弄一次 這個2就是246 248 這樣子上去了 所以這個就 這個性質就會非常好 這個二次收斂 這個設置就表明是二次收斂 那是表明xk是二次收斂 不僅如此 不僅如此 那個也是二次收斂 就是這個東西也是二次收斂 fk加e 也是小於等於 這可能是另外一個常數 這會叫一次交 這無數位 反正是一個常數 就是deltafk 這也要平方 這也是二次收斂 這也是二次收斂 就是你這裡減少一個k的話 它就會比它 因為你如果這個小的話 你看這個東西 對吧 如果你比如這個是0.1 一平方就1%了 所以這個使得它下降得很快 但是要求也是要這個東西很小才行 這個東西不小的話 這個數如果比較大的話 這個東西可能大於葉 或者什麼東西 就沒啥意思了 所以一定會要有這個條件 對吧 我們現在來正一下 正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第二個正完了以後 第一個自然就出來了 因為你這個東西 如果這裡能夠收斂到0 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的話 我當然收斂到0 那麼這個巨 磨收斂到0 我當然xk就收斂到他 所以二是 一是二的必然結果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那個二 二的話我們來看 我們來證明 所以看二 三是要另外證明 一二是可以一起證明的 那我們現在來證明這東西 xk加1 減掉x星 對吧 這就是 那麼xk加1呢 就是用那個跌代公式再進去 等於xk 減掉平方fk 負1 再乘上fk 就是xk 減上這個 這個就變成 就變成它了 這個就是k加1 對吧 xk加1 然後xk加1 那麼就是xk加1 用它那個跌代公式帶進去 然後這裡後面還要減掉一個x星 就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呢 變成這個數值 這數值把這兩個並在一起 這個再拿出來 我們就變成這樣 我們就變成功 等於 就是xk 減掉x星 這是一個 然後呢 減掉data平方fk 我現在要用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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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數值 这两个拼在一起 对吧 然后这边是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把一个因子提出来 那么这个应该就等于 k-1 那么这边就应该x平方fk 对吧 这个两个一层等于1 你正一层等于1所以不变 这边就是xk减掉x星 这个就是一个技巧 这个是用的一个技巧 然后这个因为已经提出来了 在挂物里面的话 应该就是减掉Δfk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呈在这里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技巧 挂一挂再去减掉Δfk 因为这个东西等于0的 就是说 就是因为它满足那个条件 就是这个梯度 再解这一点的梯度 它是等于0的 所以你加上这个就没关系 对吧 这个 这个你就大家用一下 这个等于0 所以这里补一个没有关系 是一个0下量 所以你加一个没关系 为什么这个弄呢 这个弄就是将来用那个 将来可以用种子定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那么这个呢 就等于 我们再等一等过来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因为这个东西去乘上后面那个 那么就 马上这个前面就可以拿出来 就是F平方Fk 就是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后面呢 就变成这个 后面就是Δ平方Fk 乘上xk 就是这个造造 这个你用一下中子定理 对那个T度 用个中子定理 就是Fx减掉Fb 那么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它的导数 T度的导数就是两界导数 所以这个你应该减掉 变成功用它的两界导数F K F这个里不好写K了 就是应该xk加上T 这个xk减掉xc 就应该是这个 就是在这两点 我这个写一下 让大家看清楚 就在这里写一下 就是Fxk 对吧 就是 就这个 就这个是Fxk 这个呢 是Fxc 就这个东西 那么就这个函数 在这一点就是 跟这一点就是 之间的一个字 这个x 所以这个东西呢 应该等于它的导数 某一点的xk 加上一个T T是零一之间的一个数 然后呢应该在这两个之间 对吧 然后再乘上这两个东西 xk 减掉xc 这就是中子定义 虽然说上那个正比 这个复杂一点 那没关系 它那个 这里就大家好记一点 就是 所以这个就变成功 那么 这个 这里要乘上一个xk 减掉xc 对吧 这个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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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就是用我中子定义 所以啊 这个T呢 是零一之间的某一个数 那么这个当然就等于 这先弄好 这个跟这个是一回事 这个可以拿出去了 对吧 所以就变成功 平方fk 减掉delta平方fxk 加上txk 减掉xc 对吧 就这个 然后 就这个东西 放在一起 外面 就或者就是 这个就弄掉它 那个再乘上一个 就是xk 减掉xc 对吧 就把这两项拿出去 然后一出去 里面就变成这个 现在呢 就是用一下什么 大家猜猜 就是用一下 关于那个 两节导书的那个 粒子条件 所以这个呢 又小一等一 这里 这两个 就是小一等一 这个最小 特别最小 应该就乘上一个l 那么它的两个字之间 就这两个 这个是k 这个减掉它 xk xk 减掉 就应该是t 也可以表写 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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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一个数 你把它放到1就没有了 那么这里 这个是L 这个T拿掉 那么这两个就拼在一起 就变成XK减掉XC平方 所以这个就得到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就利用这个函数 我们在它是什么 在X星附近 是Lipsy是连续的 是一个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 所以你这个东西可以写成个小一等于两倍的 就X星 因为连续嘛 它就是 这个是F在XK这一点嘛 这个是在X星一点 XK假定很近它 很靠近 这个就是这里的奥妙 充分接近的奥妙 所以这个东西反正应该跟这个数很近 所以我放大到2就可以了 那么 再是L 再是L 再是乘上XK 减掉X星平方 反正你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常数 那么最终就得到 这个是指 就是XK加1减掉X星小于一个常数乘上这个XK减掉X星的平方 这就说明了它是那个 它是两次数量 如果大家看书的话 它那边证明了就是也是用的中字定律 用的更精细一点 所以它可以有个二分之一出来 我们这里放的宽一点 但是对整个证明是没影响 那么这个就证明了这个扭灯的一二度正好 我们再来证三 那么就这个 就是我们要来证明第三条 第三条的话就是这个FK加1 这个我们用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干什么 我们要用这个条件 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 我们可以把它乘过去 这个是负义我写出 这里可以认为 把这个负义弄过去 弄过去的话 应该变成FK 对吧 PK 就等于负的Delta FK 你也可以写成这个设置 就是那个牛顿方向 你也可以写成这个 而且真正用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真正如果我们用牛顿方法来做的时候 你要计算PK 不是用这个设置说 而是用这个设置说 因为这里面已知的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 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就是在这个里面 它这里面我们下面还会讲到 我们这种设置叫 Numeric Optimization 它就讲数字计算 所以你从数学上讲 这个设置跟这个设置都一样 但是从数字计算上讲 写这个比 用这个设置算 要方便得多 因为你求一个矩阵臨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而求这个方程 要比它要工资量小 所以真正用的是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设置呢 当然 当然你也可以变成功 FxK PK 加上Delta F XK 等于0 对吧 这个你帮帮过去 所以这个设置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设置 利用这个设置呢 我们就等于 Delta FK 加1 我们知道这个等于0 对吧 这个等于0 对吧 你可以去加 Delta F KP PK 再加上 FK 这个是一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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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技巧 这个要用减 加减都一样 反正是0 对吧 这个等于等于等于它 等于它也来 这个就F 可以 这个就这两个把它先并在一起 那我们再写一写啊 这是这两个就是F 我会写出来的K加1 对吧 我会写出来 然后减掉 Delta FK 然后呢 减掉 Delta平方 FK 这个PK呢 PK呢 PK呢 就是 这个就是P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也可以写成XK 加上PK PK就等于等 所以这个就是有个 PK就是 这个PK 这个两个 这个也 那么就是我们就过来 但是PK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PK 就等于XK加1 -XK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PK 所以这个也有这个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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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对 这个时候再用一下中置定理 就是 就在这里边用中置定理 对吧 那么就应该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这个 平方F XK 加上TPK 对吧 就是 这两个 这个导数 然后就是 乘上XK 加1 减掉 XK 然后就减掉 这个是平方F XK 再 这个是PK 这个就是PK 这个也有PK 对吧 这个就是PK 就是PK K 就 这两个都剪出来 刮出来 就外面乘上一个PK 就这个也有PK 就有PK 那么这个小于等于 就这个 这个呢 又是可以用那个 用那个Lipsis条件 对吧 这个小于等于 这个小于等于L乘上某一个 乘上就这两个东西一减了 L乘上这个减掉是FK 就等于乘上T乘PK 再乘上一个PK 好 到这里 这个 这里PK 这个T再放一放 那么就是L乘上PK平方 好 这PK平方再带回去 因为我们还是要求那个 对吧 求那Delta 那就是T度这东西 PK PK再回去 回过去 PK就回过去 它回到这里 就是PK回到这里 对吧 所以就小于等于一个长度乘上 PK就是用那个 Delta平方FK F1乘上ΔFK PK 这个平方 那么这个就小于等于L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还是更利用它那个函数连续性 因为这个是一个变的东西不好 我们要变成一个长数 所以等于 反正也是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那我如果写一写 就是用个两倍 两倍这个东西 就它是连续的嘛 所以用它附近一个定的东西来控制它 就两倍 然后这个反正还是一个长数 因为这一点是定了 这里的K是不定的 所以这个星星是定的 所以这个反正是一个长数 那么就证明了这个结果 就是K加一处的T度的膜 是什么呢 比K的地方的膜 平方 要小 对吧 当然有个长数 这里 这个我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 碰到这种两次收敛的时候 你就一直用Delta法弄 弄的话 你一定要有 要保证 这个层上 这个 到后面有个地方 这两个都要小 这个就是 要小的话 就这个里面的奥妙 就牛顿法的 就是 就是这个条件的奥妙 就在这里 我不重复了 就是 反正你 你如果有得到了这样一个 两次收敛的等生 这个你反复地带用 地带用以后 你这个 可以得到 比如Delta Fk 这个东西 会小于等于Delta F0 乘上前面一个长数 然后是两的多少次 那么你一定要里面的一个东西 要很小 那么才会越来越小 对吧 所以一定要有那个条件 那么这个就证明好了 就是牛顿法 就是牛顿法 纯粹的牛顿法 对吧 这个纯粹的 就标准的牛顿法 它就是 它的Alpha K 就是E 对吧 然后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理解 其实为什么 就是这个条件你们一定要 牛顿法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局限 就是这个局限性 我们下面就开始讲 那个修改的牛顿法 或者叫修正的 Modified 是吧 这个牛顿法 我为了说明我们来看牛顿法 这个牛顿法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你如果一个迪带 就是给了一个XK 就是现在DK不 那么你要求那个PK 对吧 那么要PK方向 PK的话 就等于-FK平方 这里平方 这里-FK 对吧 然后Alpha K 就等于 这种标配下面FK加1 等于FK加上PK 这种 这个 这就是一个牛顿法 就是 就是 标准的牛顿法 就是 它这个 这个 这个要素 这样一个标准牛顿法 有什么问题 对吧 问题呢 就是 第一呢 这个玩意 二 二阶导数 就是F的二阶导数 它甚至可以不存在 对吧 或者说它不是镇定的 对吧 这都可能的 对吧 所以它可能不镇定 这不镇定就是什么 不镇定的话 你这个方向就是 不是下降方向 这我们讲 你这个方向写成这个形式的话 你一定要这个矩阵是镇定矩阵 这个才做下降方向 不然的话 它就不一定是下降方向 那么 那么前面一大套理论 都都没法用 对吧 但是牛顿法呢 就当你那个 在开始的时候 X0如果离开你那个解 比较远的情况下 它就可能出现这种造化 就是它的两阶导数 在比较远的地方的两阶导数 它不一定是个镇定矩阵 这是一个问题 不是镇定矩阵 就带来你那个 按照它求出来的牛顿方向 不一定是一个下降方向 第二呢 就是说 牛顿法复里面 把αK固定为1了 而当你这个点 你这个点在离开解 比较远的地方 αK等于 这个αK 并不一定能够满足 沃夫条件 并不一定能够满足 对吧 不满足沃夫条件 那么你就麻烦了 对吧 那么过去那些好多理论 都建立在沃夫条件上面 因为就沃夫条件就保证了 你下降的速度比较快 另外呢 保证你这个 每一步不会太小 你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 你这个迭代就不一定收敛了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 那么所以 所以你现在要改进它 就要做两个改进 知道吧 一个是在那个 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改进的话 就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 当这玩意儿 不 非 非正定的时候 那你要把它修正 就是说 这个举动如果不是正定 那你要想办法把它 变成一个正定的人 那么这个修正是一种 就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呢 变成正定 变成正定 修正成正定 但是修正以后 实际上那个已经不是 不是它的两界导数了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要修正呢 就是这个αK等于1 不满足 比如说 不满足沃夫条件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 这个比较好办 因为我不满足的话 我就让 让它去搜索一下 对吧 那么就去搜索一下 就完了 因为你发现有了以后 反正去做一个线性搜索 那个方法 我们以前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去搜索掉 那么就 所以呢 所以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你也不是已经不是那个 纯粹的牛顿法 对吧 所以一般人啊 牛顿方向的时候 它第一个试的αK呢 就是用H4 如果试了 行了 那就完了 不行了 我再调整 那么所以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怎么去修改 如果当这个非正定的时候 你怎么去修改它 其实你怎么知道它是非正定 也蛮讨厌的 给你一个矩阵 你怎么知道这个矩阵是正定 还是不正定 也蛮讨厌的 所以呢 就是所谓 下面要介绍那个东西呢 就是说 要修改的话 就是 就是要 要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来修正它 修正它 有的方法 使得它呢 能够更实用一点 对吧 虽然它理论性质很好 就是 理论性质里面 就是一个 很遗憾的 就是有这么一条 对吧 因为你实际上得 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那个x星你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知道 那个x0 你选的到底是不是离得很远 还是离得比较远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所谓修正的牛顿法 所以这样就做这两方面的修正 一个 就是说 当你这个东西 不是正定的时候 你要把它改成正定 第二呢 如果你那个alpha k等一 试下来 不满足Worff条件 你要把它改成满足Worff条件 而第二步是比较容易做的 对吧 那么只要去看看这样 把那个 要把这个玩意儿 非正定 要把它变成正定 修改成正定 那么有什么办法 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对称函数 一个对称函数呢 我们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 这个k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功 一定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对吧 对角就是一个分解 这个就是那个 就举正的分解嘛 分解 那么其中这个lambda呢 就是lambda1 lambdan 这个0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特征根 这个矩正分解 那么这个矩正 是正定正的条件 冲药条件是吧 就这些特征根都是大于0 这个两个 这个正是一个油正 或者说是一个正教正 在我们世俗范围里面 就是正教正 对吧 那么 那么现在非正定就是什么 就是说它的特征根啊 有几个特征根可能是负的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现在把它变成正定的话 就是什么 你要把负的特征根呢 把它变成正的 对吧 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把正的保留不动 负的变成0 对吧 那么你这个 所有特征根都是非负 所有特征根都是非负 也不是最好 因为它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叫做 叫非正定 最好就是所有都要正 所以说正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 就什么呢 我 已经正了我就不管了 负的地方呢 我都把它变成一个正的一个很小的数目 就把所有的负的 如果比如说λ小于0 我就把这个λI呢 变成一个ε大于0 把它变成这样子 对吧 讲起来就把它变成0 就完了也可以的 但是更好一点 从数字稳定性讲一下 我弄一个 用一个小的正数去换它 甚至于你里面有的 虽然是正 但是比一匹龙还小的话 我也用一匹龙去换 换掉它 对吧 那么就 就做这样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做这样一个调整相当于什么意思 相当于我就是要去加一个东西进去 对吧 就是我 我把这个 我把比如改 改出来的函数叫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平方fk 去加上一个 另外一个函数 另外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什么呀 因为我把这个写出来 这个是u lambda u 再加上 这个呢 我如果也写成了这种形式 一匹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是说 当你这个lambda大于0的时候 就是我不要 就这个东西 一定是等于这个都是0 大于0的时候 如果不是的时候 我就要用一个整书去换掉它 使得这个书呢 加上你那个东西呢 是大于0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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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 当你这个 这个小于0的时候 我这个值应该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这个 这里面的 这个东西应该等于lambda 应该等于 y去捡掉lambda 就不用这样 因为你是小于0 加上来 这个自动加上去 然后这两个一加 把这两个东西一加的话 就这里lambda i加上去的话 就等于y出来了 就这个lambda i就等于 如果lambda i大于y 小于比较容易 小于 大于比较容易 就是这个东西 就等于0 不动 不动的话 你这两个一加 就等于年来东西 就做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这种方法 看上去改动最少 对吧 就对那个函数的改动最少 就是它 离开它比较近 因为它 对它的改动 大部分都不动 但它的一个缺点 什么就是 就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并不是一个对角阵 虽然这个是对角阵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里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对角阵 对吧 这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所以一般还是不用做 更常用的一种东西 我们是用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bk呢 是等于 就 用的是这个东西 加上一个这个 这个有什么好处 这个大家可以看 可以 就等于 油 这个是λ 然后是u t 对吧 然后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设置是什么 这个设置是加上 都是λ 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我λ 如果取得比较大以后 这个你去加油 油没关系啊 对吧 这里的油 油拔的话 这个画过来 一弄就等于没有 变成这个东西 你加上这么一个东西 要加上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那么这个设置呢 就等于u 然后就是λ 1加λ λn加λ 0 0 就是油拔 就等于 这个你可以看到 我λ取得充分大的话 可以保证它都大于0 对吧 就是比你最 最最负的那个数 反过来的大 加了 过去 就可以 把你这个 把你这个 都变成正了 而这个矩针呢 又是一个 对角针 所以这个方法是更常用 就更常用的方法是这种方法 就是我去加一个 当然从另外一个程度讲 它不如上面好 因为就这里的变动大 这里把所有的元素都变了 上面那个东西呢 只是变一部分 就负的那个地方才会变 这一部分变得多了 所以呢 就一般就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牛灯法修改以后 就这么来做 但是这个λμ达怎么选 那也没办法 只能凑 就是我试一个东西 试试不 看看 看看这个 比如用个5 5弄了以后 看看这个是不是正定 不正定 那么再加大 正定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子 这个只好说 也是一个替代过程 这个东西 本来还介绍一些 不过那个东西无所谓 给大家自己去看 就是那个 因为真正讲起来 用起来的话 你要判断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加上这个东西 是不是正定 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那么 那么在这个数字分析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 你这是一个对称矩阵 这个一个矩阵的话 它有一种叫 Chomsky 那种分解方法 就是把一个矩阵 一个矩阵呢 我可以写成一个下三角阵 一个对角阵 再一个上三角阵 做这么一个分解 如果这个分解能够通得过 那就说明你这个正定 通不过就是不正定 而且用这个东西呢 算起来比牛凳法还快 好像我本来想把这个 好像讲不了了 对吧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东西 你们还想 要听的话照下次讲 但这样子好像挺慢的 不知道这不去 你从数学上讲到这里就可以 对吧 就是说你是数字分析上讲 那么还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 因为那个后面那东西 证明比这还难得多了 所以如果真要都 你们或者弄一些反馈一些 你们到底认为要弄 要讲到什么深度 你们觉得就是 或者 还是觉得 不论的话 我就鼓起不了 因为上次的 这次也就是我了解的 这次也就是我了解的 就是说 你现在牛凳法的改建是怎么样呢 我如果从数学角度讲就这样子 我不是说矛盾就在这里 这个矛盾很容易解决嘛 我这个阿斯巴克 我去搜索一下就完了嘛 你方向定了以后 我做一个线性搜索嘛 这种可以做的 对吧 那么就这个 这个现在怎么两种改建 一种这种方法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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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常用的是这种方法 为什么用这种方法 就是因为 它这个矩针是一个对角针 你不用去放了 等于就要放一个树 这个矩针 这个矩针不是对角针 你要弄很大空间去放它 所以一般是用这个 用这个的时候 那我实际上讲 我就这样子 你这个方向来了以后 我就判断 用一个南波塔 小的南波塔去试 试了以后 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对 不是正对 所以放宽 把南波塔 比如乘个二 再来看 正对吧 总会上去 肯定到正对吧 正对完了以后 就可以做了 对吧 正对完了以后 我就不就是完了吗 现在就是说 你怎么去判断它 是否正对 对吧 那你说这个东西 属于 所以 所以不属于 你们想听的范畴 是否就是蓝大跟k有关吗 这个蓝大跟k有关 当然有关 就是每一个k都要去 对 对 这很复杂的 所以这里面 实际上是好几种循环 就是最外面的一个大循环是k 就是你走一步 对吧 这个就一步步走 那你要走一步的时候 就有很多问题 就是里面 里面像碰到这里 你就有一个蓝大的循环的问题 就是你蓝大跟4 4到4够大了以后 那么这个方向对了 这个东西 就这个矩阵是变成正定了 你这方向就可以了 就下降方向了 然后要k 然后要αk 你还得去转 转到你那αk行了 好了 这就走一步 这就外最大的一步走那一步 你整个要收敛 还要走好多步了 就这个意思 你们认为 比如听到这样子 你们就知道可以满意了 还是说 我还可以讲 还可以讲的话 就是说 我怎么来通过这个 就是challenge的风险 来判断那个 它正定不正定 以及怎么真正来 解这个方程的快速的方法 这个就是说一数字解法 对吧 那这个是哪个是多少 这个啊 这个就是叫做 这个 这个就是说于 外国叫New American Analytics里面的内容 在中国呢 叫计算数学里面的内容 对吧 因为你 你从数学上讲 x等于b 你不就是完了吗 这个x等于a-b 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 就完了 但是你对数字计算来讲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解出来 怎么解得快一点 解得稳定一点 又有很多讲究 你不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要把a呢 分 先把a分解成为这个 然后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Lt变成x等于b 等于b的话 我先把这个叫y 这个叫c 然后这个就变成 先解lc等于b 然后再一步步倒位去解 而这样子呢 就是说是一种比高时消去法来解 还要快一倍的方法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们 你们讨论了 你们讨论了 觉得 觉得 这种 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都讲 大家会讲很慢 就是 因为现在就是第三章 然后第四章比第三章还难 那个证明 有些后面很多证明 很 技巧性很强的 今天这样讲 今天吧 我本来要把这个能够讲掉 看来是讲不掉的 懂吗 嗯 嗯